早晨,歡迎大家收聽2022年神中課 遇見365位聖經明日 今天是3月5日 今天的聖經人物叫做匹拉 名字很特別 意思是猶而不定 匹拉是拉傑比亞國為妾的女僕 藉著匹拉的生兒子 使得拉傑更多兒子 亞國所生活的社會和很多方面 都有別於上帝創造萬物時所設想的世界 在上帝原本的計劃中 並沒有主僕尊卑之分 男女地位之別 全部都是一律平等 並且我們可以猜想 其實上帝希望所有夫婦都能夠生養眾多 直到亞國的時代 萬事都發生巨大的變化 亞國取拉傑的時候 她的岳父拉班 就將女奴匹拉送給她的女兒 作為出嫁的禮物 這裡記載在蒼西基29章29節 當尼亞連接尋為亞國生了幾個兒子 而拉傑連一個孩子都沒有的時候 尼亞和拉傑之間發生了強烈的疾度之爭 拉傑沒有什麼方法 於是她只好求亞國和她的屎女匹拉同房 並且透過這次刻意的安排 使她名客能夠有自己的後代 這個計劃使得旦和拉傑他利誕生了 當亞國的大兒子和匹拉發生不倫戀的時候 她就再次出現在亞國和她的兒子們的故事裡 這個記載在歷代之上五章第一節 在我們的時代也有很多其他的風俗 是不符合上帝的初衷的 但幸運的是 不救之後 上帝對我們的理想將完全恢復 讓我們一起向我們的天父討告 永恆的上帝 當我們明白人類是如何將諸多事物 搞到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更加渴望恢復你的本義 我們奉主耶穌的名字討告 誠心所願 如果大家對今天的故事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創世紀三章第一至八節 三十五章第二十二節 四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五節 以及歷代至上七章第三節 願我們驅走黑暗 影響生命 榮神益人 多謝你今天的收聽 歡迎明天繼續 拜拜